石斑魚口感好的不得了 高雄市長韓國瑜臉書直播 親手做羹湯 把新鮮石斑魚清蒸愁厚 加入特調醬汁 散發花雕酒酒香 海洋局也來加碼拍宣傳廣告 肥滋滋龍虎斑油炸到表皮酥脆 接著再鍋裡把橙汁跟甜椒調味 最後再淋上 超美味素香龍虎斑就能端上桌 讓人口水直流 永安餘會賣力宣傳石斑魚 都是因為近年來外銷疲軟 永安彌陀是高雄石斑魚重要產地 但明清商品龍虎斑 近幾年價錢從美金220元 跌到120元幾乎腰斬 超人氣商品龍膽石斑魚 也從美金的400元剩下250元 跌附近四成 產量往年一艘船可以外銷3到5萬斤 現在爆點1.2到2萬斤 剩下原來的四成 堪稱30年來最慘 海岸島那邊也有養殖 所以他們的量也就上來 對我們國內的需求就會減少 今年暖冬養殖量暴增 再加上大陸養殖業發達 禁設令以及兩岸關係 急凍問題外銷碰壁 希望韓市長能幫幫忙 為了解決漁產外銷問題 韓國瑜親自接待 香港海鮮業聯合總會成員 希望能爭取更多石斑魚訂單 維持高雄石斑魚品質打出好口碑 韓國瑜不僅賣菜也賣魚 就是要幫助養殖業者找通路 辛苦努力後過更好生活 記者林正玲 陳生 王書宏 SM小組 高雄 全部倒 記者 李宗盛 記者 李宗盛